- 跟著米露安多巴士遊戲更好玩大家好我是米露 那這次米露要來挑戰單人刷利維坦 那我們想要得到的一些問題就是利維坦還有沒有限時間 然後再來我一個人可不可以完全打完利維坦 然後可以拿到的影片總共有多少個 那這次我有請其他朋友來幫忙 請這些朋友來幫忙 然後還有一位專門在招海獸的讓我補能量的 那我們這次所使用的東西啊 狀況啊就是我使用我的近戰防禦跟劍 這一個方式2550全滿 那我就不用果實 果實就用大佛搭配 然後使用近戰拳法 使用血拳 配吉他再配我們的五夜劍 那為什麼配五夜劍呢 等一下米露會來示範一次 因為五夜劍它有比較一個特殊的功用 那種族的話呢是魚人 是魚人 因為魚人它有防禦力 然後我們再配合我們的種族技能去敲利維坦 看能不能維持久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購買 好 利維坦出來了 好 準備出發了 GO 我們現在要出發前往六區了 好 現在準備要進入六區囉 好 我們要去觸發冰凍維度了 好 我們到冰凍維度了 好 我們到冰凍維度了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啊 好 要先在外海這邊補齊我的V4的能量 然後再直接衝進去打利維坦 好 那我們請這位好朋友來 好 他呢 他是有賞金1000萬 可以去照海獸 那我現在就在我們冰凍維度外面 將氣直滿 才能挑戰利維坦 看能不能成功 好 完了 現在要趕快進去 變身 然後現在要趕快進去 不然等一下傳承了 進去了 好 利維坦出來了 那米露這次是用大佛拳法 加我們的五頁劍 好 我們單人挑戰利維坦 開始計時器 那我們 朋友們會將我們的傳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米露現在要用B4的狀態 開始挑戰利維坦 好 我們測試完畢了 B4是沒有辦法打利維坦這個迷失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用B4就可以打利維坦 官方已經不要讓你偷擊 不要讓你用它最強 也不會讓你去洗它的裡面 那我們一樣繼續挑戰我們的利維坦 看有沒有時間限制 那米露一個人的話呢 我能不能打贏利維坦 好 繼續 我們要使用魚人哦 比較不容易淹死哦 那我們這樣子挑戰 看有沒有成功 哦 三個身體在一起哦 那米露的五夜劍就是在他放技能的時候我們做這個閃避的動作啊 是可以閃避的哦 我們可以避免我們被利維坦擊中 那大火的話呢 防禦力可以夾50滑勝 所以比較不容易被他打到損陷 然後還可以追擊 五夜劍的技能是可以追擊的哦 就不用怕他跑太遠 那在利維坦放冰凍的時候啊 其實放這一招 他可以去閃避他的技能 他還不可以打到 太晚 他還沒有機會 放這個五夜劍的技能拉過來 OK 閃避剛剛那個 B 我們打一半哦 那記得要搭配吃阿利維坦紅罐哦 他可以增加你的回血速度 然後會增加海上世界的傷害 非常好用 所以盾的話也是可以 但是他的傷害就會大大的降 那我們為了拚速度的話 我們還是要使用利維坦黃罐 卡住了卡在冰裡面 哇 太陽出來了 有跑 沒抓到 這身體還是跑太快了 這一個快打死了 這身體快成功了 這身體快成功了 可以啊 還有 已經進入五分鐘了 好 打扮一個 一個只有四個零變 最高好像可以六個還是五個 最高好像可以六個還是五個 哇 這個錢比較好 這個錢比較少了 五分鐘哦 好 好 傷害一直蠻高的哦 非常厲害好 觀眾朋友 剛剛好 很厲害 有壓好 踩在一台頭上 三比雷 抓好 全部都不見了 五一技能的連續技能都打不到 時間要抓得比較好一點 比較好 兩個一直跑 這個快打完了 我問啦第一次那個B4的池條滿了不能放鼻子 因為六一彈用B4是沒有傷害的喔 難怪已經證實過了 很遺憾 好 打完第二個了 第三個身體了 我們經過九分鐘了喔 希望六一彈的時間可以長一點喔 好 整個身體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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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打针这个尾巴也可以 红件过数分钟 好嗎 在冰里面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吧 都是楼片弓 是楼片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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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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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